杨科长 杨科长 刘先生 刘先生 请你告诉我 上次给你的神仙水 有效果吗 效果是有 就是他们用错地方了 什么 你给你妈妈用了 你这么做太过分了 那种药是年轻的下挡 像夏娃秋埃用的 你这么做实在是 一种浪费先生 不是他妈的 是我妈的 不是 也不对 是 我跟你这个杨和尚 我说不清楚 我来啊 就是想问问 上次给我那个神仙水 还有没有 再给我一点 刘先生 天上不会掉下 鲜饼你也不能 总吃免费的乌产 你得拿钱来 我们公平交易 拿钱来 我们公平交易 要钱呢 多少钱一点啊 十一块大洋 十块钱 你疯了 你这不是打劫吗 十块钱 都可以买一个黄花大闺女了 你也太狠了吧 我不是土匪 我不会打劫 我只是想和你公平交易 你买 我卖 大家心甘情乱 那既然咱们是朋友 五块吗你 既然是朋友 八块 六块 七块我 挺会讲价啊 七块四 七块四 不卖我走了 好好好 好 七块四 七块四 一言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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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先生 怎么只有七块呢 四舍五入你不懂啊 你就是在玩文字游戏 你这样做不正义 这就叫入香随俗 你放心吧 杨和尚 我会经常照顾你生意的 拜拜 刘先生 这个刘先生太狡猾了 绝不是一只好鸟 二当家 大家狂临呢 你让我这个窝 放光 放 放 放光了 不懂就别瞎说 这叫澎壁生会 你急急忙忙找我来 有什么事啊 不要着急嘛 怎么先入席 别喝别说撒 少来这趟 吃人嘴软 拿人手短 你到底什么事 说来听听 二郎家大 我想入圈 入圈 请您承去 怪了 以前想让这十里八寨 踩完入圈的 就像我们挖他们祖坟似的 呼天喊地的 像你这样摆酒席 急着想入圈的 还真不多见 为什么呀 不受人欺负呀 那个叔叔在那儿 普提流啊 狂得很 我就看他不顺眼 但是我又搞不过他 我这么一想 如果我入了圈 我看他还敢不敢再欺负我 普提流 就是这个普提流 这小子是软婴不痴啊 不过你放心 你要是入了我的圈 就是我的兄弟了 他说再欺负你 就是我的事了 那二郎家 你是同意我入圈了 同意了 这规矩 你懂吗 懂懂懂 臭婆娘 快拿来撒 快点 二郎家 这是入圈费 请您收下 来 来 二郎家 坐坐坐坐 好好好 我先敬你一杯 来来来 来来 我自己来 我自己来 好 好 二郎家 你说像我这种人才 什么时候能够换个大哥当的 大哥 那要看你有本事没本事了 没本事也行 再交三十块大洋 好 你就可以当大哥了 三十块 我这屋里还没那么多现大洋呢 不过 我有个好东西 我拿给你看看 好东西 那快拿来看看 来来来来 你看 你看 看羊字 八成心 不错不错 好 以后你带着他入圈 你就能当大哥了 我再给你配上几个随从跟着你 以后咱们就是同生共死的兄弟了 对对对 兄弟 有饭同吃 有一同穿 有婆娘 同享啊 婆娘娘同享 胡说八道 来来来 来来来 妹子 妹子 明桃哥 进屋喝茶 喝你个头啊 我问你 蒲地流去哪儿了 你别这么凶嘛 有什么事你说啊 我是来拆你们家房子的 为什么拆我们家房子呀 你别专风卖傻了 你们家那凉木 就是偷我们家的 别以为我蒲明桃好欺负 明桃哥 这十里八寨的人谁都知道 偷粮木嘛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 谁家的粮木不是偷的呀 我们又不是故意跟你过一不去 你何必这么计较呢 我今天我就是要计较了 我就是看不惯 普迪伦那副德行 像个发青的骚公鸡 这事啊你跟我说不着 等我哥回来 你跟他说吧 我还真没时间等 弟兄们 拆房子 我看谁敢 你打呀 你打呀 打呀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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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坐 走 我走 等我走 我走 2000年 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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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拆你的房 卸你的粮 冰涛长本事了 这种话也敢说出口 你不要拆不了我们家的房子 自己的腿脚反倒被我给卸掉了 吴地雷 你信不信 我一散打死你 你敢杀人哪 你就不怕犯王法 王法 老子是杨白狼的人 天王老子都管不了 你不服也不行 原来你踩弯入圈当了土匪了 怪不得是不凶 但你的主子没有告诉你吗 我溥地雷不好啃子 弄不好你的上下牙 都会丢在这儿信吗 你死到临头你还那么狂 你死到临头 吴地雷 当土匪没有前途 你就不怕别人背后戳你的脊梁骨 就不怕别人骂你的祖宗 今后你的婆娘和两个孩子怎么做人 你想过没有 你你少啰嗦 让开 颖堂 我偷了你的粮母 如果你不高兴的话 我可以不给你钱 开个价吧 多少钱我都不要 我就要回我们家那棵春树 真没有商量 除非啊 那河水倒着流 攻击下崽 那好吧 开枪吧 开枪吧 你以为我不敢啊 我数一二三 你再不让开 我真开枪了 我替你数 一 二 三 开枪啊 谁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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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仔 保险都没有打开呀 子弹怎么上膛 枪怎么响 就你这两下子 还敢杀人 算你狠 我 我又有人灾了 所以你怎么办吧 不明他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当了土匪 就可以耀武扬威了 你真是人有多大脸 就敢献多大眼啊你 我劝你迷途知凡 不要再当土匪了 做一些祸害乡民的事情 我就告诉你一句话 记住了 当土匪 迟早不得好死 你任何其所 火 滚 改变 软 廓 Clyde 就是 иде 政府任命的观点 我现在就宣布 这把枪被政府没收了 以后让我再看你干一些 伤天害理的事情 以后我就用这把枪 打死你 真棒 小心 小心 哥 你真行 我们家不但白淘淘 一根上好的梁雾 现在又得了一颗好枪 这不是什么好事 吴明涛这个人 心胸狭窄好意五郎 现在又和土匪搅在了一起 早晚会出事的 这小媳妇长 多漂亮 这看见小媳妇长得多漂亮 好像是东宫站在里广播 这 拦下来的 这 拦下来的 不 慢慢 放 放 放 这 这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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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妹妹 你去哪儿啊 我是同木寨的 刚走亲戚回来 你看这 这天都快黑了 你一个人走 不怕 拐个弯子到家了 没什么好怕的 你不怕 前面有鬼啊 这大白天的能怕点什么鬼啊 没准啊 没准事 色鬼啊 你胡说 你们让开 往回家了 你急什么呀 我们知道你是寡妇 家里有没有男人等着你 守着空床 多没意思 不如陪我们哥儿几个 玩玩吧 好吗 好 刘老 我晓得你们是 层来战的土匪 我们同木寨交过保护费的 交过保护费了 那就对了呀 那就是一家人了嘛 肥水不留外人甜哪 你这么年轻就手寡了 还不熬成了一堆干柴呀 我们 我们就是烈火呀 烈火点干柴 正合适啊 来吧 不是 麦可 你们就不快把雷公劈吧 色胆包天 还放在雷公啊呀 你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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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雷公啊 走啊 你们那把土匪 你把殿下的土匪 放在我 走啊 半仙半仙 别忙别忙 帮我也看看香菜啊 今天没空 要赶过去破一个天机 时辰耽误不得 耽误不得 下次也帮我看看呗 半仙 听说你有神仙水 什么时候也给我弄一碗 沾着仙气色 弄弄弄 你就知道弄 那是球来的 球 对老天爷心不成 你球也白球 一字天机 你歇会儿 没事 就这点了 马上批完了 没事 就这点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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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吧 不累 对 女人名义上是男人的嫂子 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她的婆娘 因为这个女人去年少了广 好 这在此有个规矩 嗯 肥水不留外人田 你早去早回 往往是哥哥死了 婆娘留给弟弟用 或者是弟弟死了 婆娘留给哥哥用 这叫做田房 因为同在屋檐下 按祖宗的规矩 要守五年校才能公开关系 刘半仙知道安苏在田房的规矩 所以她今天也要田一次房了 到了到了 就是这儿 你是 站在我面前的 可是男人上了奈何桥的 杨家婆娘啊 有什么事吗 大事 大事啊 快快将手拿过来我看看 我帮你算算 您这是 哦 错了错了 男左女右 男左女右 这儿有光 师父 您这都看半天了 我的命是不是不好啊 有啥大事啊 莫尽不尽 再看看 很不好 好 你十六岁上 嫁了个男人 没过几天好日子 你男人就被人家砍了脑壳了 蜜 我讲的对不对子 不 这过去是对了 就不晓得以后怎么样了 好 你是想问以后的姻缘吧 你现在屋头还有什么人呢 有舅舅 阿妈 还有 小叔子 以后好是好 但是 你要想再嫁 忠诚善过的话 很难哪 怎么个难发的 你看啊 你这命令还有一道大坎啊 要是能过这道大坎 就会有转机 师父 您能说清楚点吗 你这个命令呀 还要克死一个男人嘞 什么 蜜亚 这命运命运 既有命也有运哪 这命归老天爷管 运哪 还是有办法的嘞 师父 有法子改吗 这命归老天爷管 来 办法倒是有 但是有为天意呀 这要改了 那要遭天谴的呀 大仙 求求您了 您就帮帮我吧 蜜亚 看你年纪轻轻就守寡 也不容易 行 我刘半仙豁出去了 在屋头跟你设谈 画一碗神仙水 天烟丁 嬷嬷嬷嬷快走开 嬷嬷嬷嬷嬷快走开 嬷嬷嬷嬷快走开 嬷嬷嬷快走开 坐下 咱unya 多了 政党的际家 entails �� 芯亞 来 把这碗神仙水喝下去之后 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这就去给你 降妖出墨 切记啊 喝完之后马上过来 明儿 阿贺等着你了 师傅 你这是干什么 喝了 喝了 那还等什么呀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年轻力壮不足 到老了下去了 就不满了 放手了 你放手了 你们异的我们 你放手了 再两人做一回神仙 你自己放手我叫人了 救命啊 救命啊 来人喽 来 刘半仙 快睁开你这双天眼看看吧 看一看 今天我们大伙啊 也算是开了眼了 对不对 你们敢对我这样 你们知道吗 我可不是凡夫俗子 你们这样的话 老天爷会把你们劈死的 快把我放了 你不是凡夫俗子 那也就是说 肯定是刀枪都不入了 对吧 肯娘子 把刀拿回去 试试咱们的刀快不快 好 好汉饶命 好汉饶命 我不是什么好汉 我是这儿的宝长 是蒲饼的叫我来讲理来了 说吧 说吧 这碗神仙水里面 放的是什么东西 到底是从哪儿弄来的 划来的 干什么用 替人消灾啊 替人消灾 刘半仙 你这个没皮没脸 没羞没臊 的东西 今天也用这碗水 替你消消灾 拿回去 怎么不喝呀 喝呀 你不是说这是消灾水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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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几天 佛门禁地 是接受善男性律烧香拜佛之处 岂能容下五刀弄枪之人 还是逆寻家畜吧 这位长老啊 你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吗 我说你这个和尚 怎么连个世俗的道理都不懂啊 如果这匪患不除 你这个佛门禁地 早晚有一天 就会成为那帮土匪的潮雪 面对那帮烧杀抢掠 为非作歹 不讲天理的土匪 这世上 哪里还有什么劲力啊 战老 你是出世之人 也要管下陆氏之势啊 为了叫灭土匪 保卫一方平安 羡慕派兵过来了 他们是四处征战 不容易啊 你呀就腾个地方 让他们好好休息 好好休息吧 这么多官兵 拿着刀枪 惊扰了菩萨 可是罪过 不可 万万不可 你 他奶奶的 你看清楚了 这把刀可不是杀鸡的 是专门砍脑壳的 我这个人脾气不好啊 这一生气 这手一抖 说不定你的脑壳 咔嚓一声就掉地了 施主有话好好说 老衲大应九十 阿弥陀佛 张老啊 这就对了嘛 我是个军人 杀生未必不相符 得罪了 来 张老 多谢多谢 哎呀 碰上我的凶罗汉啊 算着和尚倒的没啊 那是那是 这外星平时这么能说回到的 今天怎么了 说不出话来了 这碗神仙水里面放的 到底是什么东西 不说是吧 那行 拿个钢钱过来 今天啊就是把他的门牙撬开 要把这碗水让他喝光了 哎 我说我说我说 说我说 那是我在松桃县的洋教堂里边 跟洋教士要的 其实是一种春药物 是 那些洋教士 专门用来弥奸中国妇女的 真可恶 人家可恶啊 你问问大家 你又算什么东西 真不是个东西 真不是东西 对喽 都是煮在一锅里的玩意儿 一个味儿 我也冤哪 谁知道那洋教士卖的是假药 没用哪 你还好意思说呀 什么假药啊 是人家洋寡妇根本就没有喝 洋寡妇平时爱干净 一看见碗里有黑不垃圾的东西 就觉得恶心 想着啊 等那个脏东西沉下去以后再喝 明白了吧 她没喝呀 我说呢 哪个女人喝了那玩意儿 她会不想那事儿啊 那杨果夫也太会演戏了吧 她一会儿都听见了吧 刘外星 幸好人家没喝呀 要不然的话 可就随了你这狗东西的愿了 刘外星 你光天化日之下 入室仙仪妇女 如果我把你送到湘公所 你说姚大胡子会怎么治理 别把我送到湘公所 千万别把我交给那个姚大胡子 真的 你有什么条件 我依了你塞 不是我有什么条件 是人家找你算账 慧玉德 说吧 这笔账应该怎么算 那你有什么山头 离我们这个寨子近一点的 没有 没有 不说实话是吧 神仙水 那个 那个山后有五木水田 那行吧 就把五木水田押给你 好不好 品德兄弟 这五木水田多了点吧 我就这点田你也知道的才 再说了 我跟你嫂子真的没事 我连她一根毛都没碰下来 她又是个寡妇 不值钱哪 你说人家寡妇不值钱是吧 那我问问你 你裤裆里那东西值不值钱 当然值钱咱 我还没讨婆娘 我当然值钱了 那如果我把你押到姚大胡子那儿了 你这东西还有用啊 哪儿犯事那就搁哪儿 那这玩意儿搁了 那是没用了 那男人不就靠这点东西快活吗 这样能算清楚就行 别啰嗦了 把五木水田押给人家 品德兄弟 花牙 我衣服呢 你还有脸要衣服啊 刘板仙 你也算是一个读过书的人 但是读书人的脸都被你给丢见了 喝 病荒马乱 您不聊生的 我才不想装得像衣冠处置的君子那样 太累 太累是吧 那你就光着吧 永远光着 记住了 一个人 如果连基本的礼仪廉耻都没有了 ître你 知道这是怎么办啊 hard 好 太诚了 给哪儿 彼元 跟他的 他一样 逛阳 到底如何 找他 我们之后 还有 yum 子 来 这人 substance 不是 根本是我 早就很有isés 散了散了散了 挡去吧 保长 这是刘范仙骗人的行头 报告 童谷战家来人了 还抬了一具女人的尸体 说要找大当家的评理 烦了 敢跑这儿来闹事 都把他们哄走 不走的话 都打跑 是 等等 大哥 今天这个事啊 真有点蹊跷 童谷战家张老根 我认识啊 性情温和 平常也不惹是生非的 而且童谷战啊 又是最早采完入圈的债子 他今天会来 一定是真的出了什么大事了 要不然呢 他不敢带头闹事的 大哥 容我先去盘问一下 去吧 是 弟兄们 自宋朝以来 这边城的匪患 就他娘的从来没断过 把这片好好的土地 弄得生灵除炭 民不聊生 我们做军人的 拿着国家的俸磨 就有义务 保一方平安 匪患不除 别不白痴 绝不白痴 姚队长 我代表松河香 六碗多 古老乡亲 感谢你 这碗酒为你壮行 希望你们秦开得胜 早日剿灭土匪 还百姓一方敬可 谢了 出发 出发 小翁 追 小翁 走 走 张哥 我杨白狼对手下管教无方 竟然手下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事 让我杨白狼蒙受背信其义的恶名 张哥 你放心 我一定会查出一个水落石竹 还同木寨一个公道 大当家的不要过于自责 林子大兰什么样的鸟都有 自从大当家的到这岑栏山 安营扎寨以后 外面的土匪不敢再轻易冒犯 我们同木寨 方元几世里的乡亲们 倒也过得安生 起码是性命无忧了 可是现在居然发生这样的事情 把一个清清白白的寡妇 给糟蹋了 逼得这婆娘上吊自杀了 我们希望大当家的 能够早日查出这个害群之马 还我同木寨一个公道 张老阁 你放心 我一定查 如果查不出来是谁干的 我杨白狼多一只手 向同木寨谢罪 好 去吧 好 去吧 大哥 已经查清楚了 是前不久 刚入圈的捕名掏干的 人已经绑住了 大哥 你看怎么处置吧 哪那么多废话 把人带上来 带上来 走 走 走 干吗 你们干什么 走 干吗 跪下 大哥 大哥 我做错什么了 你死到零头了 还装什么算 我偷问大哥时间不长 如果坏了规矩的话 你打我 骂我 我都应该请约 你 你就别生气了 老子不是生气 我想看人 说 大哥饶命啊 我 我做错什么了 我就是死 我也不能做个糊涂鬼 土木寨那女的 什么力量呢 女的 说什么女的呀 坐 你们是怎么受了 博明涛的指使 祸害同木寨的婆娘呢 说 说 什么事你干的 他 大哥 是是我干的 大哥让饶命 大哥 大哥饶命啊 饶命啊 混蛋 来人 把那空子脱了 把懒子割掉 滚在后站为马儿 大哥 大哥 姚魏大哥你不成这样 我想他不敢了 不敢了 他 怎么不敢了 死了 长哥 人已经查出来了 按照规矩 这种人得搁了揽子 捆到后山上喂马皇 是你亲自动手呢 还是我请人代劳 杀人不过头点地 他当家的一乡把他毙了就是了 何必这么折磨他呢 一枪毙了他 那就太便宜他了 我这是杀一敬拜 告诉我这帮弟兄们 什么是江湖的规矩 欺男霸女 吃里扒外 离心离德 这种人绝不能侵扰 谁要敢在老子吃饭的地方拉屎 那就是自取灭亡 大当家 饶命啊 将军 饶 饶命 饶 饶命 饶 饶命 饶命啊 大当家 饶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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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狠狠 你们去外边狠 兔子不吃窝边草 神鹰不打脚下石